舞动地图又出来,看飞机了 这架飞机要从这上面划过来了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南边 可以看到前面的台 现在方向正好是上北下南左西游东 地图的方向是一样的 也就是飞机是从西往东划过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机场高速上面 由于飞机滑的速度太快了 于是我骑着电动车追着飞机 现在我是骑着电动车追飞机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速度比较快 我不是在跑步,也不是在走路 是骑着电动车 一只手拿着相机拍,另外一只手负着电动车 今天拍到不少飞机从这个桥上滑过 几个小时前飞机是由北往南起飞的降落的 然后现在是由南往北起飞降落 可能和这个风向变化有关系吧 所以很多飞机从这桥上滑过去 现在我看到都是由西往东划过去的 我观察了一下,应该是到东划到那边起飞 他们排队起飞啊 所以一下子过去很多飞机 以前有的时候我在这桥上面看飞机的话 半个小时都每一架飞机 包括这个桥 今天是非常多 看了国外的地图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大范围 它写的是CN 然后我发现地图上面 团结圈土堆那附近 它写的是拍机点 看来团结圈土堆很有名 然后在国外的地图 它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里面呢 是跑道啊 发行到这些 画的还比较清楚 和国内的一些地图不一样 国内地图 矮渡地图 腾讯地图 嘎嘎地图 没有看到这样的路径 那是比较特别的 然后机场 边沿那个路 它也不给它标注出来了 国内地图是没有的 随便停了辆南航的飞机 在等待啊 都在排队 排队齐个样 特别繁忙 然后围栏里面有两辆小车停在那里 机场里面的车 工作车 上次我一靠近 机场围栏这里 然后摄像头可能叫到我了 然后就发出一些警报声 滴滴滴的声音 现在我们往前走 走到机场高速上面 看一下 在围栏边上 排机场高速上的车 和上面的飞机 看是什么样的效果 白云机场飞机的航向 经常变化的 有的时候 比如说上午是由北往南降落去飞 然后后面就变成由南往北降落去飞 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又变成由北往南降落去飞 好 现在到了机场高速上面这里了 可以看到机场高速上面是飞机 下面是汽车 感觉比较特别 在成都双游国际机场也有这样的场景 有的时候飞机滑过的时候 但是机场高速上的车却不多 太不给力了 飞机滑过高速公路这上面的话 几秒钟就过去了 因为这飞机滑行速也挺快的 所以要抓住这一瞬间 在不到一个小时 就看到二乡式架飞机 从这桥上经过应该有的 总之蛮多的 下次如果航向变了的话 就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 那时候应该会自己滑过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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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